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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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专业的机器帮助大家深入了解自己皮肤的状况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面部肌肤按照部位划分都是不一样的复制 大部分朋友T区也就是额头和鼻子范围以及下巴是容易分泌油脂的 所以是偏油肌肤 脸颊以及眼睛周围皮肤较干容易长细纹 所以面部护理的方式根据肤制的不同需要分开护理 除了日常的基础护理之外 防晒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课之一 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如何做好防晒吧 每天除了要抹适合自己的一个防晒霜之外的话 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到一个物理防晒 包括戴帽子穿防晒服以及尽量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所以说防晒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来得及防晒 就已经跳过这一步直接进入到 哎呀我晒伤了 那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 像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是晒得比较伤比较厉害呢 回到家首先要等待我们的肌肤身震静下来 然后如果家里有医用的卤绘胶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肌肤上厚厚的敷上一层卤绘胶 等到我们的肌肤感觉到舒爽之后的话再擦去 如果有医用面膜的话当然就更好了 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些这种比较安全的产品进行急救 所以说什么冰水啊冰块啊冰西瓜皮啊这些都是不可行的 对这样子的话不仅不可以做到一个镇静作用 反而会给我们皮肤造成一个二次的伤害 放松的方式有很多种 如果不知道如何迈出第一步 不妨试试先让我们的肌肤放松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面积冠冕破综的地宝灯杆 举手之间厨房无烟 帅风其成哨 就是这么健康 要我的哈仔 这是一个好东西 高个年龄人士的朋友 都需要一些 各个哈仔 对各个西瓜 老人家 女同胞 所有这个 等等等等 都是非常友好 所以我们亲一个 越自然 用到个就是 哈人 大家好 今天又轮到了文俊 带大家来品尝 幸福味道 那今天 陈姐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不一样的味道呢 这就是今天的 幸福味道了 这个看起来 造型很独特 这是什么做的呀 虾仁和香菇 虾仁和香菇 里面没有放肉吗 没有 就纯虾仁 这上面打的这个 肉末 其实就是纯虾肉末 还有香菇 我们知道 这个香菇和虾仁 都是营养非常丰富的 打成了末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口感 好嫩 好鲜 我们都知道 生完了孩子之后呢 其实产妇的牙齿 非常的敏感 不适合去吃一些 非常坚硬 难嚼的东西 然后像这样的话呢 这个香菇 也是很嫩的 蒸出来的 是不是 然后虾仁 又把它打成了末 哇 简直就是这种口感 太会为我们的这个产妇考虑了 关键这个营养又很丰富 虾仁富含高蛋白 不仅有益心血管健康 还能延缓衰老 作为月子餐食物 营养价值自不必说 香菇健脾开胃 不用加调料 就自带香味 非常适合夏季 胃口不佳的产妇 把二者结合到一起 巧妙地 将虾仁的鲜 融入香菇中 也让香菇的香 传递到虾仁里 这道菜好不好吃 可想而知啦 因为香菇的露子 它比较厚 然后也要打花刀 然后一帮助它入味 二一个方便残妇咀嚼 真的是 我咬开了之后 才发现 这里面是打了花刀的 所以里面会有 这个缝隙和孔洞 那它的味道呢 就能够完全地 进到这个香菇里面去了 这道菜真的是太绝了 而且吃起来 这个虾仁的口感呢 有点像火锅里面的虾滑哟 在火锅里 我是必点的虾滑 所以说肯定 很多的产妇 因为在月子里面 不能去吃火锅 非常馋 那么就别忘了 这道菜太完美了 电视机前的产妇们 别流口水 咱们这就把菜谱奉上 把鸡尾虾去壳 去虾线 把虾肉打成肉泥 加入一勺麻油 和少许淀粉 搅拌均匀成虾滑 香菇洗净去地 把虾滑放入香菇囊中 装盘蒸20分钟 蒸出的汤汁 重新浇在虾滑肉上 这道月子餐就完成了 学会了的宝妈们 别忘了自己在家 别动手试一试哦 我们买的新鲜香菇 用冠香菇 烤饭的一页 有料这样是一样香 当然了 各个泡河香菇的水 确定不要倒掉 如果用来打动啊 用来震胆啊 只要那高的一页就显得 泡河香菇 属于这个生机所在 好 接下来到了 最后的事件 泡河都准备好了吗 有讲我们的高的 踏堆 可以吵起来 排河跳 可以先从清环一点开始 但是收紧核心被打直 可以降大 当然你在家里面 空间够大的话 可以在我有点上前 OK 准备新动作 再来 还好吗 继续加油 无锚 不 太好了 最后一次 先 挺 挺 变化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减肢训练赢 其实说到这个减肥啊 大家都想身材好 但是人都有惰性的 都想躺着瘦 当然 很多人都想躺着 我说实话 假如让我一个人在家 我也想想 但是来到健身房 来到我们健身训练营的话 一定可以让你嗨起来 我觉得今天的音乐 非常的劲爆 也许可以让你感受到 可以跟朋友聚会的那种感觉 那么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 对可以通过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音乐 或者说与其他的 想要减肥的人的互动 来让你更加有动力 能够一起减肥 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的 凯菲特21天的减肥训练营 一定会让你变得 更加的漂亮更加的美丽 好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动作 先踏步 踏步 随便你从左脚右脚都可以 然后我们跑四下 一二三四 开合 开合 一二三四 在家里面你热身的时间 可以长一点 尽量可以到达五到十分钟 然后我们加大一点动作 跳起来 腿部踢到臀部 踏 踏 One two three four 手臂可以再拉长 手臂可以再拉长 因为节目的时间是有限 所以的话 其实在家里面可以加大延长时间 即将可以到达15到20分钟 OK 第三个动作 踹一下 踹 踹 踹两边 对 可以连贯起来就是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右边左边像滑冰一样 大 大 对大口的呼吸没有关系 不要憋气 连贯起来是开 踹 踹 开 踹 开 踹 右边 左边 右边 再来一遍 开 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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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右边 左边 加快点还可以吗 可以 One two three four 六 左 六 可以 在家里面可以尽量延长 在 延长里坐 时间 在 在 在 右 坐 OK 踏步 随便在家里面左右都可以跟上节奏 准备跑起来 一二三四 开 开 一二三四 跑起来 打开 非常好 跑起来 OK 再来 大一点动作 呼 呼 吸动作 开阁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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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四 再上次一步 再上次一步 超手拍的跟你 不舒服 要不然 再来两次 最后一次加油 1 2 3 4 5 6 6 OK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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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呢就是辣子鲜红的研发总监王总了 今天这一大桌就是王总为我安排的 那刚刚走进辣子鲜红的那一刻啊 我就被这个香味深深吸引了 真的让我非常的有食欲 那今天我们点的这锅底呢 是红白相间的鸳鸯锅 也是大家平常最爱的那种锅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招牌锅底 这边的话是这个童子鲜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牛油 招牌锅底 那么它的特色在哪里 这边的这个这个汤的话是非常的这个 这个乳白的 很浓稠的 然后这个童子鲜里面还有豐富的这个胶原蛋白 大家也是知道的 很多像我们的一些女孩子啊 喝完这个汤的话 可以起到每种各样的一个作用 喝这个汤的时候呢 一定要加点葱花 这样的话更能提出它的一道理 既然是美容养颜 我必须是要来一碗的 喝一磕的铜子骨汤的锅底 哎 王总 我听说你们这个牛油锅底里面 好像还有个秘方啊 嗯 这是什么秘方啊 我们这个是徐师三的一个秘制配方 它含有这个清热降火的一些 冲草药的一个成分 具有呢一拿日甜三回味的一个功效 所以说伺候呢 是不上火的 哇 一拿二天三回味 吃后不上火 那我一定要赶紧来尝一尝了 哎 等会儿等会儿 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没有上场 蘸料 哇 蘸料这么重要的东西 我都忘记了 应该是被这一株火锅给生生吸引了 好的蘸料呢 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个口感 但是适合的搭配呢 也能起到降火的一个功效 那我们还说什么 等什么呢 赶紧去调炸料吧 我们知道火锅料好吃 除了好锅底 新鲜的食材 一份好的酱料也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夏天 如果你配的科学又合理的话 就能做到好吃不上火 针对辣子千红七种配料方式 要如何选择呢 夏天的话 我们建议的话 一般就是推荐我们的一个蒜泥香味蹄 跟我们的龙虾芝麻酱 这两款的一个搭配方法呢 里面都含有香油 香油在中药理论里面呢 还有清火降噪的一个功效 所以说在夏天吃火锅的话 我们用这两款的话 会非常好 起到一个降火的一个作用 哇 王总推荐的这两款蘸料 似乎听起来特别的适合我 特别适合这个夏天 那么它们搭配起来比例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的话我来给你搭配一个 好吧 还好 像我们这个香油的话 一般的话就是在30克左右 这一勺是多少克 这一勺的话大概就是5克左右吧 对 那得6勺 对 就是30克 蒜泥的话 一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口味 适当地调一下 其实吃火锅就是要蒜味重才好吃 然后这个小葱的话 一般就是5克 香菜 还有我们的一个蚝油 蚝油的话可以适当地少一点 三到五克也行 增加它的咸味 这个是蒜泥香油碟 其实这种搭配方法呢 也是我平常吃火锅 最喜欢用的一种搭配 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开吃吧 哇 蘸料调好了 好香啊 诶 今天王总刚刚那么一介绍呢 这里面有很多香油 吃了就不会上火 那我吃起来就更放心了 不用怕上火了 先吃哪个呢 首先推荐的是我们的这个王者至尊 哇 王者至尊 好霸气的名字 这其实就是极品毛肚是不是 这个它是我们从四川德昌 每周空运过来的一个毛肚 每周空运过来的毛肚 哇 看来这个毛肚真的是价值连长啊 七上八下十五秒 OK 看来这上面的颗粒非常的均匀 来尝一下口感如何 很脆 而且它的那种嚼劲是不难咬的那种嚼劲 所以说跟我们平常吃的那种 普通什么脆皮毛肚 还真的是不太一样 怪不得被称之为是精品 好 接下来我给你推荐我们的接日道菜 就是我们的一个九尺鹅肠 九尺鹅肠 在之前节目当中我看他们有说过 好像是来自一个叫九尺镇的地方 对对对 这个我们采用的这个整根鹅肠 最精华的部分 最精华的部分 我一定要好好尝一下了 你尝一下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 特别特别的脆 那比起我们平常点的那个鸭肠来说呢 它的口感呢更加的细腻 更加的脆一些 那第三道 王总准备给我推荐哪道菜 推荐第三道菜是我们的腊子圈红 滑牛肉 滑牛肉 我们这个是采用这个四川阿爸的 一个山江防牛的一个牛鲤鲤 通过我们的这个银工拍打 然后就是夹工人成功 这个滑牛肉我刚刚在夹的时候呢 它很富有弹性 证明它这个肉是非常的新鲜 而且食材很好 那么我刚尝了一下它这个口感 真的是要好嫩好嫩 所以它这个手工拍打 对它的里面的一些筋膜的这个 也是把它打断了 让我们嚼起来呢 是没有那么困难 即便是老人吃 也是非常的容易的 哇已经吃了好几道荤菜了 那么这么多荤 我们好像不利于我们保持身材 有什么瘦的可以推荐的吗 对其实这个夏天吃火 我们要最讲究这个分数要搭配 这个我给你推荐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方竹笋 竹笋 对这个竹笋是大有来自的 来自我们的一个重庆的这个金河山 大家知道这个竹笋的这个 含有的非常多的一个维生素 鹌鸡酸也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人体的一个免疫能力 这个竹笋很嫩 对对对 好你尝一下它的口感 非常的一个脆嫩 这个应该是叫脆笋 因为它真的是爽发 可口 特别的香脆 我们那只天红来讲 这我们的一个食材是非常讲究的 吃出来了 因为好的食材才有好的品质 好的品质就需要有好的源头 我们同时来都会到原产地 像我们的一个四川去 采买我们的一个食材 工运到店 这样让我们的每一位顾客 能够吃到地道的一个四川的一个食材 我验证了一下 确实辣子千我选的这些食材呢 都是非常的好品质 非常的高 那在这样的一个夏天 我们能够约上三五好友 再来杯啤酒 来吃这么一段火锅 哇我觉得真的是人生的享受啊 好话不多说 大家继续吃咯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拜拜 小盖小厨 好像走的是一大只远 都走出了南庄 到了上远 不过他服务就需要个种态度 也就凤凤活活 众来个朋友 喜欢给他味道 一定要加起来 可能我们南庄的朋友 也不如老油 因为给他点呢 我们南庄也要好多分点 对吧 喜欢专闻服务 给他点 朋友走过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再好的本事 也要靠个好身体 好 腰疼 腿疼 腰心酸痛 痛啊 输筋剑腰丸 专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配方砖 传承陈礼记 四百年治药精髓 药材好 黑老虎牛大力 十三位药材 输筋剑腰丸 强筋骨 屈腾痛 专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输筋剑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我们炒制火锅底料 需要的材料有 一块肥牛肉 用来炼制牛油 有现成的更好 还有适量的葱段和姜片 五个干辣椒 三勺皮线豆瓣酱 三勺剁椒酱 三勺豆豉 三十粒花椒粒 还有桂皮十克 丁香三克 沙仁十克 豆蔻十克 香叶五克 小茴香五克 草果一个 山奈十克 以及适量的食用油 冰糖十克 冰糖十克 食盐十克 总共十九种材料 准备好这些材料后 我们往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 放入准备好的干辣椒 水煮开后 再煮十分钟 然后把干辣椒 从锅中捞出 沥干水分 切成碎末即可 接下来 我们在煮过辣椒的水中 依次倒入 草果 小茴香 山奈 香叶 花椒粒 桂皮 沙仁 熬煮二十分钟 在煮的过程中 不断地搅动 让各种调料的味道 煮制得更充分一些 最后 把锅中的调料捞出 调料水放置在空碗里 随后 我们给锅中放入植物油 再把切碎的肥牛肉 放入锅中炼制 随后 捞出肉渣 接着 放入葱段 姜片 倒入豆瓣酱 翻炒两分钟 开小火 放入剁椒 豆豉 慢炒十分钟 这些步骤完成后 倒入煮好的香料 调料水 辣椒碎 继续慢炖十分钟 放入冰糖 盐 提味 小火炒 二十分钟 现在美味的火锅底料 就炒制好了 可以给里面 加入适量的清水 火锅汤底 就完成了 旁边再配一份 清新爽口的 番茄锅 放入喜欢的菜 和家人一起涮火锅吧 好 观众们 我们今天的节目 由于来个晚餐 今天过得下午 你们准点赴兴 一个底部放开 我是阿姿 举手之间厨房无烟 帅风气声灶 就是这么健康 你还老四干 阿姿等于大家 不见不散 拜拜 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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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志敢 难了 哎 那好歹是个男人 有点难是风度 好吧 谁的难 不 可给难的是 乖 我能我手 我能我手 弄都不在动 我哪一样都懂 算 你手追过来 哪追不来 我别动 回事 家里不带一呦 我拿 那 感谢观看